近日,据国内媒体报道国安核心张希哲已离开赛区 简单地说,张希哲之所以离开赛区,就是因为受伤 张希哲的伤势不太严重,可能休息一周左右可以恢复 鉴于国安在后场已无欲无求 球队认为没有必要冒险让张希哲带伤出场 因此国安出于角度考虑张希哲让他提前离开赛区 为了赶上国足新一期集训,张希哲将接受全面的治疗 尽管张希哲在代表李铁出战12强赛时 表现并不出色,辜负了李铁的厚爱 不过张希哲就个人能力而言,还是本土球员中处于领先水平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李肖鹏接手国足后仍将大概率继续招入张希哲 关于李肖鹏能否激活张希哲要看这个土生土长少帅点识成精的能力 在接任国家队后,李肖鹏已经开始研究裹脚的状态 李肖鹏因为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无法考察新人 在12强赛中,李肖鹏将会更多的依靠那些拥有大赛事经验的球员 在国家队参加40强赛和参加12强赛的比赛中 张希哲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希哲入选李肖鹏国家队就不会有悬念了 在完成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之后,张希哲返回国安 对张希哲代表国安参加联赛的比赛进行客观的分析 也没有给国安带来什么感觉 以前张希哲在国安属于中锋大腿 在球队比赛停滞不前,经常上演进球如麻的好戏 那时候张希哲除了进球外,还能送出助攻 从这个赛季的首场比赛就可以看出国安开局打得不好 在比赛中甚至还没有取得过胜利 对于这一点,国安主教练比利奇也遭到了球迷的质疑 让许多球迷认为他应该下课 紧要关头张希哲挺身而出 张希哲在国安与大连队的比赛中上演了一场传设巨佳的好戏 让国安拿到了胜利 于是张希哲成了球队的核心大腿 并且在联赛重启后,国安似乎有意让他淡出核心位置 观看过国安联赛重新开赛的球迷们 都知道现在球队进攻的核心是高天意 高天意在比赛中无休止的得分和投篮的权力 从而迎来爆发 张希哲成了高天意身边的绿叶 在球场上的表现也不太好 张希哲这次受伤后 还是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休息调整 91年出生的张希哲还处在打之年 只要他能够找回最好的状态 那么国安还是会把主力核心位置交给张希哲 但愿张希哲下赛季能够好好发挥自己的实力 重新迎来职业生涯的新的巅峰 成为球队的大赢家 帮助国安取得好成绩 我们很开心一切 我也觉得 感谢 解决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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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能够